猫之管理框架即将在今年推出 到时组屋的住户将可以开始养猫 受访的保险业者说 一旦政府放宽条例后 将扩大宠物保险覆盖范围 让在组屋寺养猫咪的国人购买保险 是的 受访学者就提醒宠物主人 在投保的时候应该注意可锁藏的事项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黄家正九个月打的艾雀 去年不小心受伤 索性他有为狗狗购买宠物保险 可以全额索赔 十年前推出宠物保险的这家业者说 在2019年到2023年之间 投保需求增加一倍 根据去年的数据 索赔的金额范围 从低至十千元到接近一万元不等 最常见的索赔属于医疗类 占据了所有的索赔的八成 其次是治疗伤势和其他第三方责任索赔 这家业者则在今年一月底推出 涵盖狗和猫的宠物保险 受访学者预计 接下来会有更多业者开始提供宠物保险 包废货能降低 新传媒新闻新闻记者 红保陵报道 小冠则